教育部長蔣偉寧為十二年國教引起的不安跟糾紛道謝 有人批評是倉促上路所導致 不過前教育部長吳清基表示 國教規劃了三十一年 歷經十三任部長沒有倉促的問題 而免是入學的比訓內容 地方要負的權責比中央多 請外界不要再苛責蔣偉寧了 台北科技大學畢業典禮 前教育部長吳清基受邀擔任貴賓 直到自己會被媒體追問 國教引起的爭議 典禮前主動表示可以接受採訪 強調十二年國教規劃三十一年 歷經十三任部長絕非倉促上路 也與馬總統沒關係 而他也為蔣偉寧報區 因為會考成績只占比序三分之一 內容比重和順序 地方要負的權責比中央來得大 高中子的教育一向就是地方教育 不是教育部主管 所以你們都過來講部長是不對的 因為過去即使有十八個考區 他也有十五個招生區 每一個招生區都制定招生的標準 所以各區大家分區來招生是合理的 以利人部長幾乎來自社區高中為例 吳清基要家長不要只看學業成績和民心高中 而國教剛上路的狀況可以檢討 但不建議今年第二次免試取消志願序 否則會更亂 記者林曉惠 沈志明 台北報導 記者林曉惠 clarify 感谢观看